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 尤其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警告 他强调 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对抗 将面临失去更多的风险 而合作则能带来双赢的局面 习近平的话不仅是对特朗普的警示 更是对全球的警告 提醒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 和平与对话的重要性 随着特朗普的当选 外界对中美关系的担忧也随之升高 特朗普曾多次表示要重启贸易战 这让许多人担心未来的紧张局势可能更加恶化 而在此背景下 习近平呼吁双方在相互尊重和互利合作的基础上加强对话 妥善管理分歧 然而 特朗普的政策执行并不会因为当选而有任何缓和 反而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对中国的制裁 这将对两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习近平的警告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 他希望能找到新的相处方式促进互利共赢 总之 习近平的发言不仅是对特朗普的提醒 更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呼唤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合作与对话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源于福克斯新闻 他探讨了近期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 尤其是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表达的担忧和警告 习近平通过与特朗普的通话 向这位美国领导人明确指出 如果美国选择与中国对抗 将会在经济和政治上遭受损失 而合作则能带来双赢的局面 这一警告不仅是对特朗普个体的提醒 也是向整个国际社会发出的信号 强调了和平合作的重要性 习近平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引用历史经验 指出当两国合作时 双方都能从中受益 而对抗则会导致双方的损失 他特别强调 中美关系的稳定 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这番话除了是对特朗普的警示外 也促使美国在未来的政策制定中 要深思熟虑 特朗普当选后 外界普遍预期中美关系 可能会经历更多动荡 因为在竞选期间 特朗普多次宣称要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 并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这让许多人担心 未来的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张 甚至有可能走向尖锐的对抗 在通话中 习近平希望双方能在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和互利合作的原则下 增进对话与沟通 更好的管理分歧 扩大互利合作 这种呼吁不仅针对特朗普 也向整个国际社会发出信号 呼吁各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 而不是通过对抗加剧冲突 然而特朗普的当选并不必然带来中美关系的转机 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有利地位 使特朗普在实施对华制裁政策方面没有太多障碍 事实上特朗普在任期间对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至少10%的关税 而随后的拜登政府并没有取消这些关税 反而在某些领域加强了出口管制 在特朗普的竞选过程中 他甚至提出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 并对中国制造的产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这样的政策如果实施 将对中国的出口造成重创 并对中国的GDP产生拖累效应 预估可减少2000亿美元的出口额 面对这样的局势 中国也在积极准备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例如中国可能对美国出口的农产品增加关税 对涉及到关键矿产的出口进行管制 甚至对美国在华企业采取反制措施 这样的互相制裁局面不仅可能影响两国经济 还可能引发全球经济的不稳定 在这些背景下 习近平的警告显得尤为重要 他希望中美两国能够找到新的相处方式 在新时代实现互利共赢 这不仅仅影响两国的未来 也关乎全球的稳定与发展 中美关系的走向 将直接影响国际贸易 投资以及全球经济的格局 总而言之 习近平的警告不仅是对特朗普的提醒 更是向全世界发出的呼唤 强调在如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对话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 才能为全球的繁荣和发展奠定基础 希望未来的中美关系能够在合作中找到新的平衡 而不是在对抗中走向毁灭 习近平的呼吁是要让国际社会意识到 合作而非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对抗是一种冲突或竞争的状态 通常涉及两个或多个实体之间的相互抵触 或敌对行为 在社会、政治、军事、心理学等各个领域中 对抗常常被用来描述不同类型的冲突 对抗可以是个体之间的 也可以是群体、国家或组织之间的 在社会和心理学中 对抗通常指的是个体或群体 为争夺资源、地位或权利而进行的竞争 这种对抗可能表现为直接的冲突 比如争吵或打斗 也可能是间接的 比如通过操控或策略性行动来削弱对手 在这种情境下 对抗通常被视为一种消极的互动形式 因为它可能导致关系破裂或其他负面后果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 对抗也可能促进个人或群体之间的理解和解决冲突 在政治和军事领域 对抗往往指的是国家或政治实体之间的权利斗争 这种对抗可能以外交、经济或军事手段进行 例如冷战时期 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对抗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军备竞赛 而不是直接的军事冲突 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对抗可能还涉及网络战、制裁和贸易战等新形式 历史上 对抗常常是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动力 例如 许多国家的独立运动都是通过对抗殖民统治实现的 另一方面 对抗也曾导致大规模的战争和冲突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体育和竞技领域 对抗是一种积极且核心的元素 运动员和球队通过对抗来展示技能和竞争力 比赛的结果通常取决于参与者的表现和策略 竞技对抗以规则为基础 旨在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同时也为观众提供娱乐和激励 数据方面 研究表明 对抗可能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不同影响 在积极的对抗情境中 例如竞技运动中 个体可能体验到更高的自尊和成就感 然而 在消极的对抗情境中 例如持续的职场冲突 可能会导致压力 焦虑或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 综合来看 对抗是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它既可以是建设性力量的来源 也可能是破坏性力量的体现 理解对抗的性质 动因和后果 对于个人成长 组织发展和政治稳定 都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